我希望这个行业越来越多的人尊重原创 做自己的品牌 做自己的文化的这种东西 因为随着中国的强大 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强大 足以影响到世界格局 有了国家的强盛才是文化的这种战争 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其实无死不克的都存在着战争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种文化的战争 就像我们当时 为什么人家称之文我们叫汉人 唐人 唐朝 因为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它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就来自于像现在中国如果强盛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文化就会传播全世界了 古兽的唐朝 有浅唐使万国来朝 对不对 那就让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就铺天盖地地扩展到全世界 中国的茶文化 中国的石筹 中国的瓷器 这些东西 全世界都是都觉得以用这个为荣 促进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收入 是不是 它是有文化这样推出去的 那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如果够强大了 我们的这个旗袍 这些汉服 是吧 都是去把中国的这些文化的一些东西把它挖掘出来 再扩散到全世界 因为你一个国家强大了才会有这些东西 涂出去过后呢 人家就觉得这是中国产的东西 中国产的东西 为什么要用中国产的东西 因为这个国家够强 就像我们当时 从阳没外的 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吧 为什么从阳没外呢 是因为美国有钱 对吧 是因为国外的 怎么怎么好 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 那等我们真正的发达了的时候 那换个角度来想的话 人家也会这样子觉得 就像非洲的人 他肯定就觉得 中国好啊 遍地的私钱啊 中国的什么东西都好啊 他会觉得 用了中国的东西 他就会觉得 这是世界上顶尖的一些东西 这个其实就是文化的战争 文化的战争 到现在来说 中国其实很多的传统都已经丢失了 很多的传统都丢失了 中国人 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 用的是什么 传戒 对吧 什么一颗涌流传 一颗恒久远 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是文化的可靠 文化的战争 钻石是什么 钻石就是碳元素 对不对 然后火烧 就会有可能烧煤的 它不像 不像中国的宝石 中国的宝石就像 翡翠 来源这些东西 它不一样的 但是它是 站在高度不一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它把这个文化提炼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是爱情的象征 然后一直不停地灌输到全世界 灌输到全世界 乃至中国 搞到我们现在结婚下来 也带个传戒 它其实就是在豪全世界的羊毛 对不对 然后把传戒带上去 然后多多克拉 多多多多此钱 那钱谁赚去了呢 还不是国外赚去了 我们中国也有结婚这些习俗 这些东西有传承 只不过慢慢的慢慢的就没有了 那以前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会看到 这是我老妈 我姥姥的姥姥 老妈的姥妈 传下来的玉琢子 给你佩戴一个 那是传家之宝 那个才是真的是有意义的事情 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金手琢也好 银手琢也好 金戒指也好 银戒指也好 张子也好 反正就是 那个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是老一代的人 老一辈的人 对于你们新婚的这种祝福 那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那你在想这一个过程 它是不是文化的这个战争 对吧 它其实打的就是经济战 赚石赚你们的钱 婚纱赚你们的钱 中国没有服装吗 中国有 穿旗袍啊 穿那些什么财神啊 那些东西 它不像吗 它一样的呀 是不是 然后再说 这些东西 都是自己在这里 自己在这里乱想 不要见笑 从专业这个东西 还是专业院校的比较好一些 就是你有学习过美术基础的 来用这些东西会比较好一些 你首先第一个 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呢 才能够表达得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画很多东西的时候呢 它其实有一个门槛来的 有一个门槛就是指的是 你画一个东西要像吧 对不对 你画一个东西要像 而且就是说 比例要拿捏得对 这个就跟专业技能是也很有关系的 就是你从业的时候呢 你可以添满新闻的想 但是你 在这个圈子待久了都过后呢 你就会明白工艺方面的东西 就搞设计呢 不光是搞设计 指的就是说 不能光是停留在纸上面 要多去描决各种不同的工艺 就是说先出来的时候呢 还是以多于学习为主 多于学习为主 多听一下 多听一下前辈是怎么讲的 尽量就是说 你把你的设计导致 可以跟经理也好 前辈也好 多聊一下 他会指导你 那些地方要做怎么样的改进 他肯定会想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很好的idea的话 他会帮着你 跟你一起优化这个想法 这个方案 然后共同来做这个事情 多听点意见 这个是我对他们的一个建议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欢迎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哟 我们下期见吧